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壮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主持人黄青龙 我们每天 每个礼拜一到周五 上午的八点到九点 在FM91.7 这个频道为您解读 两岸跟国际的大事 如果您现在开车 当然打开收音机 就可以收听 或者如果您在搭捷运 或者在家里 你也可以上网 下载POP的官方的APP 透过手机来收听 或者万一您真的错过了 或者您想再听一遍的话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 打上POP壮新闻 那么就可以来 重新回听 这个已经播出的 一些精彩内容 好 那五天的廉价结束了 今天礼拜一 那么礼拜一 有什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吗 如果你是棒球迷的话 你一定不能错过了这个消息 这是大谷祥平 这个日本的这个二刀流 二刀流就是说又投又大 那么这个在今天 今天他第二度出赛 今天是在这个天使的主场 那么对上运动家 对上运动家第二次的主投啊 表现怎么样呢 表现不得了啊 那么他今天啊 这个主投了这个前六局啊 让运动家18上18下啊 就没有人能够上壘啊 那直到第七局啊 才被敲出一支安打啊 那而且没有失分啊 那所以在七局 第八局被换下去啊 全场投了12个三阵啊 那么只有一个保送 一个安打啊 那用球数91球 最快球数来到160公里啊 所以中场天使是6比1 获胜啊 大谷拿下他在 这个美国大联盟的 这个第二场胜投 呃 这个第二场胜投 是他第二次投球啊 意思说他到现在为止啊 他的这个投球的胜率是百分之百啊 然后呢 他打击的方面 前面他已经创了一个记录 就是连续三场都打出拳内打 呃 这个不但是对日本选手来讲不得了 对整个大联盟来说啊 都是一个少见的记录啊 呃 而且你如果考虑到他 这个这是他的新人球技啊 我们知道新人球技通常都有适应的问题啊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问题 尽管那个时候在热身赛的时候啊 那么因为表现比较不好 那么很多的媒体都看衰啊 甚至那个 Era啊 Era还说他像个高中生一样 也有人主张他应该先到小联盟去磨练磨练啊 哎 结果你看这个大股啊 我还补充一下 23岁啊 今年23岁啊 我的天啊 不可限量啊 不可限量 他已经变成啊 今年大联盟的这个最热门的最夯的一个话题啊 那天使对因为他的关系啊 现在这个整个的战绩也非常的好啊 那么已经来到了这个大概七胜啊 已经来到七胜这个三副啊 这个战绩在大联盟是非常优秀的 那原因都是因为有了大股详品啊 所以当初他们押宝是押对了啊 好 这是球赛的一个精彩的内容啊 精彩的人物啊 好 那如果您是关心台湾国内政治的朋友的话呢 那么大概都不能忽略掉了 就是高雄市长陈菊啊 那么即将要北上接总统府秘书长啊 那这个职位为什么会特别引起重视啊 不是因为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多重 而是因为陈菊这个人啊 陈菊是在这个民进党内的辈分非常高啊 那党外时期啊 那就从投身政治运动 那么担任过台北市跟高雄市的社会局长 担任过老委会的主委 那么另外就高雄市长的这个民选之后啊 那么他也任期的时间很长 现在最主要的一点是 面对啊今年的这个选举啊 那么现在民进党最困难的 就是在双北的问题了哈 那双北问题台北市是面临到科批的问题啊 那么新北的话就是要怎么样推出一个啊 这个有胜选可能性的啊 这个说不要是人推出来但是未战 大家认为先败啊 那这是一个难题啊 所以陈菊上来很明显的啊 这个总统府秘书长啊就不是干阳春的啊 不是一个机关内的幕僚长啊 他显然是一个有高度的政治能量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 那么他要帮蔡英文啊 那么来这个对整个党政的问题啊 做一个好的协调 呃今天我已经看到有报纸 对陈菊的角色提出警告说 总统府不要变成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啊 呃这个从媒体的舆论来说啊 这个事实的提出警告 这个无可厚非啊 但坦白说啊 总统府秘书长啊 正常的情况下 在过去来说 他是帮总统啊 那么来协调非常多的这个 呃政务或者是党内的 或者这个党纪之间的 或者什么等等的啊 那这个情况如果说 呃以前用一个公务体系出来的人啊 这种那就只能是一个跑腿的啊 但是也有特殊的 像以前我之前的这个总统府秘书长蒋燕士啊 那么蒋燕士他在当 李登辉的总统府秘书长的时候 他在调和党内的派系的问题上 就发挥很大的作用啊 那么陈举其实现在他某一部分来说啊 那么也是非常这个接近的啊 非常像的啊 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那陈举上任了以后啊 他第一个啊 他现在是礼拜三才要正式上任啊 但今天他去拜访这个 苏贞昌啊 那么新北啊 那这个局面大概就已经确定了啊 那新北的局面一确定了之后呢 现在看起来啊 这个台北市啊 方向大概也差不多了啊 呃台北市当然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说 呃 那个 一种可能就是他来 这个还是继续的这个 呃李让柯文哲啊 那这可能是小英的想法了哈 但是呢 另外一个困难应该是呃 呃民进党这个现在基层有非常多人 不满意 呃这个这个柯文哲啊 所以倾向还是要有自己的人选 这个包括呃李秀连副总统啊 都已经跑到最前线的哈 好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啊 现在给这个呃应该说这个呃 成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啊 就是台北市到底要怎么布局哈 从小英的角度 他当然会希望继续跟柯文哲合作啊 那么不管这个他今天选赢或选输啊 那他都不会变成2020蔡英文要连任的一个变数啊 这个这一点应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哈 呃 呃但是你怎么去疏导党内现在对柯文哲不满 以及对于民进党不推候选人的不满啊 这要看智慧啊 今天看到消息说这个呃 蔡英文呢呃 陈局呢 已经跟这个姚文志啊 立法委员他要选台北市长已经见了面啊 那要他往前充斥啊 那但是呢 这个往前充斥这个鼓励的话 这是该讲的哈 但是不表示说在台北市啊 民进党就已经最后会推人啊 这个当然会有一个过程哈 那但是呢 我觉得呃 陈局上来接总统民秘书长更大的意义还不在这里啊 我觉得更大的意义恐怕要看到2020之后啊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呃 这个只要这个呃 这今年的这个选举啊 九位一选举民进党不要选的太难看的话 那么蔡英文在2020继续连任啊 这个可能性在代表党内 这个当然是非常高 甚至可以说是呃 应该说照传统惯例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呢 那么呃这个2020之后的蔡英文到底要找谁来搭配啊 那现在有两种说法啊 一种谈得最久的就是 陈局 蔡英文家赖清德啊 所谓赖 这个这个蔡赖派啊 蔡赖配啊 这是一个角度啊 那当然还有人讲说是 有没有可能是蔡英文配陈局啊 呃 后者啊 那我想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啊 我想不太可能说有两位女性啊 尽管台湾已经创立了这个第一个女性的总统啊 应该不会再出现两个女性 而且都未婚啊 这个我觉得呃 还没有那么的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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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这样子做啊 好 如果说最后是蔡英文家赖清德的搭配的话啊 那呃 陈局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他就是下一届的民进党的主席啊 那这个民进党主席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呃 2020选前啊 就是做了一个交易 因为现在民进党主席是由蔡总统兼任嘛 那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选完了之后 连任了之后啊 那么这个呃 蔡英文呢 就辞掉了民进党的党主席的兼职哈 那然后呢 就在全代会上就改由陈局哈 来担任党主席 陈局作为民进党的元老担任党主席是毫无问题的啊 但是如果在蔡英文还在总统任上的时候 陈局来接党主席啊 那么我觉得这个布局啊 就有很深的要往两岸关系的发展的突破的方向来进行啊 那么这里面当然非常的复杂 而且里头还有很多推论啊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来继续分享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 好回到POP状新闻啊 我是主持人黄青龙啊 那我想今天在刚刚过的这个这个廉价当中啊 其实地球还是在用在转动啊 我们台湾在休假 国际间的大事还是非常的多了啊 那我们看到中美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战争啊 那么从3月23号开始啊 那美国是先针对钢铁跟铝的这个要提高关税 那么4月2号呢 那么换中国大陆啊 也提出来包括猪肉啦 包括铝废料啊 这一些的啊 要加增15%的关税 然后4月3号呢 是这个美国呢 是要提出了一个要加增500亿美元的一个关税 然后4月4号换中国啊 对大豆汽车小型飞机等等啊 这一些的要500亿 结果4月6号又换美国啊 那么要提出1000亿美元的对中国产品进口执收关税啊 好 这一波啊 这样子的啊 这个丢泥巴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啊 好像这个有一点像我们讲的叫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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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像小孩子啊 真的有点像小孩子互相喊价啊 那但是当然我想国际间很多的分析都认为说啊 呃这个其实都是在正式的开打前的一个架势了啊 是在为谈判做准备的啊 好 谈到为谈判做准备啊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呃金正恩啊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啊 那么他在会见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啊 那么他有跟他提到说啊 这个呃他跟美国这个呃 总统川普会面的时候 他是希望说美国能够先保证啊 那么北韩的政权稳固啊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啊 那他才愿意跟川普来见面啊 而且才愿意放弃核武啊 而且同时还要提议两国建交了哈 这是日本独卖新闻啊 在这个昨天啊 8号他引力匿名的这个外交人士的消息报道出来的哈 好 那现在这个呃 朝核问题的一个后续发展 当然还是牵动市局啊 非常大的啊 那上个礼拜五啊 我们节目上啊 曾经访问了淡江大学的这个教授啊 这个赵春山啊 赵教授 那么他谈的是第一次韩战的时候的这个大陆当时的一个决策的一个背景啊 那当然我们现在第一次韩战离现在已经有70年的时间啊 六七十年的时间啊 那这个时间相隔这么久 现在当然在朝鲜半岛的情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 那个现在赵教授就在我们现场啊 我想我们今天节目跟赵教授来做一个请教聊一聊 就是说现在呃大家提到了说这个用呃美国保证这个北韩政权的稳固安全稳固的前提啊跟建交那么平壤 因为你放弃何物啊 赵教授你觉得这个可能做到吗 我想这个金正恩呢 从过去的历史上讲 北韩他基本上在冷战时代啊 他都是在金日成时代 他都是在这个前苏联跟中国之间的来徘徊 所以他们他很多西方用一种理论就是所谓徘徊价值啊 那么双呃两边要要都要取得最大的利益 呃我想对这个金正恩来讲啊 他这这一波里面啊 他可以说是采取这个主动了 嗯 他要搞一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嘛 他觉得这个这个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南韩也好 那么他如果不采取主动的话 他几乎是被人家遗忘啊 嗯 所以呃对他来讲最大最重要一点就是维持他的政权的稳固 是 像您刚才节目里面说的 那么过去他都是拿这个作为一个 嗯 一个前提了 作为这个呃 呃所谓这个非和啊 朝鲜办法非和化 嗯 但我基本是看法是认为了 嗯 要金正恩放弃核武器啊 这种可能性不是那么大的 嗯 因为他手上里面他唯一的一张一张牌 除非是哈 呃美国方面也好 大陆方面 尤其大陆方面能够提供他 所谓的经济方面的物质这个援助啊 啊 那个美国方面能够保证他政权的这个稳定啊 不要把他干掉啊 不要把这个北韩这个共党政权干掉 在这个前提 那么但是你要叫中国大陆啊 要到美国那双重来保证他这一点啊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 过去在北韩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西方 美国都是口会而死不治的啊 所以未来的这个我想他是运用这个作为筹码了 短程啊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北韩 获取一个安全啊稳定的一个一个环境 让他能够这个让他这个增加班呢 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啊 这短程目标 长程目标当然就是朝鲜半岛的统一 朝鲜半岛统一他希望能够在统一的过程当中啊 能够取得更大的发言权跟这个主导权 所以金正恩他是在这个短程跟这个长程的目标之下了 他玩这个独立自主的游戏 所以很多人讲就是说北韩这个 对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台湾来讲 其实有蛮大的一个歧视的作用 他是由被动而采取主动 在国际环境呃在强权在那个呃 在那个呃征战的过境和的过程当中啊 他要世界人不要忘了他还存在 我想这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 对呃的确哈就是金正恩或者北韩玩的这一套 有人讲说是标准的这个尾巴咬狗啊 而且是一个这种两大之间哈 我们都在两大之间南威小 他是朱大啊不是只有两大 朱大之间哈 他这个小的还玩得很灵活哈 呃但是我我也在想 就是说这里头哈中美之间有没有办法真的是在共同的基础底下啊 能够确保这个事情就是北韩的无核化了哈 朝鲜半岛无核化往前走 呃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应该说是符合中美共同的利益啊 可是问题是说今天就刚您分析到了 就是说今天北韩已经拥有核武在手 而且是他的命根子啊 那他要交换手 比如说他提出来 今天可能呃美国方面会提到说 你的无核化你不能空口无凭吗 那我也能够查核啊 能够检验 好那在查核检验的过程当中啊 那么平壤一定会要求什么 要去美韩军联一定要停止 那接下来你萨德要停止 接下来你美国要撤出朝鲜半岛 好现在问题就卡在了 美国撤出朝鲜半岛 甚至进一步讲日本还有没有必要部署军地啊 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 但是谁都知道啊 美国现在继续维持均力在日韩啊 重点不是为了北韩而已啊 是中国大陆啊 是不是 那这中间的矛盾就很 很清楚了一点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就因为朝鲜半岛这个整个 从过去啊 我们看得到就是说 国际因素是介入非常的深的啊 你们涉及到 你刚才提到了 包括美国啦 中国啦 日本啊 甚至于前苏联 不过这个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里面能不能够获得妥善的决定 过去一直都是透过谈判 比如六方会谈来 对 但是后来也是无疾而 无疾而终 看起来是无疾而终 对对对 所以我想呃 呃今后呃 能不能够达至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妥协一个成果 我觉得是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变数在里面 就是南北韩 平时之间的高层会晤 哦 因为南北韩呢 文在宇 他跟这个金正恩呢 他们 他们本身有个共同点 就是一个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想这一波里面 我倒是 因为现在很多人谈的是 金正恩跟美国 金正恩跟中国 我非常关注的是 这个南北韩 就他们之间妥协会到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你如果 这个南北韩进入谈判 高层谈判做了的话 那么美国 这个南韩是不是还继续 参与美国的这个军事演习 还有你刚刚提到 对于这个美军驻海的问题 南韩的态度是什么 不要问北韩 南韩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大的变数 我们看到最近那个迹象 有显示出来 就这次的军远是很低调的 对 南韩跟美国之间的军远很低调 最显然是南韩要求的 对 所以你今后 在我来看 南北韩它是希望是要把整个朝鲜半岛 未来的这个走向 这个影响力 要抓到自己手里面 不要让外力 这个干预的太多 那么如果是 如果这样是他们的共同的目的的话 我觉得 这个朝鲜半岛 这个未来 不但是这个大陆方面 美国方面 其他外部因素 他们可能都要开始紧张了 因为北韩抛出这一招起 最厉害 春宫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 我们讲说朝鲜半岛 这个分裂到现在 那么 到底哪些国家会希望它统一 或者不希望它统一 很多分析 比如说有人认为 美国根本不希望看到南北韩统一 因为它现状对美国最有利 维持一个紧张 而且还可以卖军火 在东亚也有部署 这个军力的一个理由 中国大陆是不是乐见南北韩统一 也未必 也未必 对表面上是民族主义 它也对两岸也有一个示范 实际上可能未必 特别是如果统一 它担心的是朝向往南韩那个方向走 对 那如果又还有核武的话 那就更可怕 好 但是呢 这中间有一点 就是原来 北韩是跟这个 中国或者苏联关系很好 南韩是完全靠美国 它是有这个背景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北韩因为核武的发展 它其实已经不完全跟过去一样的状态 南韩现在新接任的这个文在寅 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阳光政策的一个主导者 想想看 如果说南北韩自己决定要往那个方向走 其他外力啊 大国 其实你不太有理由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南北韩如果发生冲突 南韩最大的借口 理由是说 他说是我受害最重啊 对 你不不道德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东西德的统一 东西德的统一是后来是怎么样的 后来是这个 是东西德自己啊 那么 西德愿意接纳东德 对 东德愿意这个 跟西德 跟西德来这个 来同意 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结果 我想对于很多外在外来的力量来讲 倒是很出乎他们的这个意外的 那当然很多人讲的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为这个东德他会带给西德很大的负担 的确也带了不少负担 可是他们愿意接受啊 所以你看到德国 而且他的总理啊 东德忍现在变成德国同意后的总理啊 而且你看德国今天在欧盟这个市场上 扮演了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南北韩这个未来 如果往这个统一的方向去走的话 他对整个朝鲜半岛就往这个趋势走的话 他当然中间过程中间会有南北韩一些磨合的过程 这个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势 对整个东北亚的情势 我想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对两岸都会有很影响 所以我看现在日本啊 日本现在最近还蛮不安的 蛮不安的 有一点 日本印象很紧张 印象很紧张 日本印象 我记得那时候 我印象我有一次到日本去 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北韩要这个所谓四射岛飞弹的时候 其实那个北韩可能只是叫叫 对那其他国家呢 都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感觉了 当时日本就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这跟他这个地理环境太太太近了 而且你不要忘了这个日本跟韩国跟朝鲜组 他们就就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冲突的 冲突的 对对对 是是所以我看到安倍好像面对这个新的情势啊 那么大概四月份啊 又要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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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啊 又要见面了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啊 那么继续来请教啊 赵春山春宫天下事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啊 我是黄青龙 那今从这个月八号开始啊 这个这个博鳌亚洲论坛啊 就在海南开幕了 那么这一场会议啊 在大陆媒体有非常多的报道啊 那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是 明天习近平的一个开幕演讲 另外就是他会跟肖万长先生见面啊 他用这个两岸共同市场民意主席的身份的啊 那另外啊 这个新任的中国人行的行长啊 那他已经在前两天的时候 他已经有预告了啊 他说将会在博鳌论坛啊 公布新一轮的大陆金融业改革 开放的新政策啊 那这个新政策的面向啊 据说了啊 据说是相当的广啊 包括这个李克强 在今年两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上 所提出来的一些重要的面向啊 比如说要开放银行卡清算的市场 要放宽啊 外资保险经济公司的经营范围限制 还有放宽或者取消啊 银行证券基金管理 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外资股的 外资股比的一个限制啊 那么以及统一啊 中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的标准啊 那所以呢 大家都说啊 现在大陆金融业都要开放了 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 新的时代了 正在探索一个新的路径 而在这一次的博敖的这个论坛当中啊 那么人行的行长易刚啊 他的一个这个发言 他的一个所谓的新的政策的 这样子的一个宣布啊 将会是全球啊 财经媒体瞩目的一个焦点啊 好那博敖论坛 呃这次的会议啊 那么在大陆来说啊 他们把他界定啊 说这个是中国2018年四大主场外交啊 的开头啊 那四大主场外交 那四大主场外交呢 博敖论坛是在4月8号到11号 那么接下来是6月份 有一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啊 这是在山东的青岛啊 那么在9月的时候 有个中非合作论坛的峰会啊 那到了这个呃 11月在上海有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啊 好村公这个主场外交啊 这个名词啊 我印象中也是这几年才冒出来了 之前啊 国际间的大的活动 极少在大陆的举办 我想或者习近平上台之前啊 那这前后前后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是中国啊 在国际舞台上面从韬光养晦啊 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个有所作为的一个具体的显示 是是 那么主场外交就是中国他有他的基本概念的定义 就是中国运用他的这个综合实力的提升啊 那么在一个国际会议里面展现要展现他一个呃 从一个一个区域角色到全球角色的啊 这样一个一个气势啊 同时呢也要这里面呢 要发展出中国的一个话语权 你看他每次的主场外交里面呢 他都会有个主题 而且他会对整个国际次序啊 他会提出的一个一个看法 因为他认为 而且中国每次借着这个主场外交 他都来来一方出大扫庭院的 毛泽东先生讲 大扫庭院的请客吃饭 他一定把庭院 所以每个城市都很重视 非常重视 你可以看到简直是那个管制 过去在金庄会议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厦门那时候 管制非常的这个 金庄五国会议 这一点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 08年的北京奥运 如果算是一个主场的运动活动的话 北京整个投入多少资源 当时是王岐山啊 来副总理来督导 10年的上海市博会 对不对 我也参加 然后我们知道有上 北京有APEC欄 那又是一个变化 再加上杭州的G20 对不对 厦门的金庄 金庄这个五国 那现在海南博 那是已经很多年了 那刚讲六月上河组织 突然就跑到青岛去开 显然青岛争取了嘛 对 上河你其中提出这四个主要的主场外交里面 对 都是中国当年呢 他发动的 他主导的 尤其上河组织 上河组织 那么大陆上他把上河组织啊 视为所谓的新型 新型的区域 一个组织里面的一个 一个典范的 上河组织 还有长期以来啊 你看他的教科书里面一直在强调 一个上河组织 一个六方会谈 是 都是他后面主导的一个演出 那博鳌当然也是一样了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慢慢的 包括上河也好 中非论坛也好 也是这个 博鳌组织 原来都是 可能有一个 他有一个特点 比如说区域性的 上河组织 比如说中文 左边国家中亚国家这些 慢慢慢慢 他都把它慢慢国际 把它扩大 慢慢把它扩大 这里面就显示出来 就是中国他今天呢 他要主导国际 对 一个 要建国国际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一个次序 嗯嗯嗯嗯 那 柏鳌你刚提到这个柏鳌 柏鳌这份人 他有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了 他很多的 不但是现任的一个 国家的一些领导人 他也有些退休的过去的 对 比如他现在秘书长那个 周文仲 周文仲 周大使 他过去驻美大使 驻美大使 那么所以他领导人去 好像那个谁 那个周小川啊 要去接那个副主席 对对 然后主席好像是潘基文 潘基文 所以他这里面 有很多企业界的领导人 嗯 还有退休人 政界 国际外交的 一些大使 名人 那柏鳌当然最重要一点 他就是要凸显全球化 嗯 加上他说区域一体化 他原来是区域一体化 可是每次在这个 报告会议里面 他都是要宣扬 他的这个全球化的一个 就是这个自由 自由化 全球化的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理念 尤其现在面对的川普 被认为是一个 保护主义社长 所以我我可以预期 这是习近平在会上面 他一定要大声的 几乎这个全球化 一定要对着贸易主义 要抨击这个 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 这里我想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你刚才提到的 人民币的问题 对 我想对中国来讲 所以中国和平崛起 一个对他一个最大的 一个潜在的威胁 就是美国方面担心 他的这个美元 霸权主义 会被人民币的全球 人民币的国际化 所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 所以其实潜意识里面 我们看到的这个 一个强权之间的竞争 你如果从军事上面来看 你倒是 这是表面上的 真正的一个 对美国来讲 真正他最担心的 就是他这个 对 这个所作为资本主义 这个头号的一个领导人 他的这个美元 作为全球货币的 这个主宰的地位 会被取代 美元 然后石油美元 这两个是核心 对 那现在因为美国 石油的依赖度降低了 他现在对阿拉伯 这些石油美元的经营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用力 现在中国称虚而入 因为中国现在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他现在上海开辟了一个 人民币的石油的期货 对 已经开始了 是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让 听众朋友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过去 传统看强权之间 就是军事力量的一个竞赛 对 其实现在慢慢慢慢 把它转移到 就是经济力量 经济力量 对 经济力量 你看看中美之间 最近第一波的 所谓的进入 所谓的新冷战的 第一波的就是贸易战 对 因为军事上面一个对次 相互的对立 最后是 常常都是两百举伤 尤其是核子武器 出来了以后 对对 大家就会变成 打代理人战争 或者有限战争 所以以后就是 一切向前看 一切向前看 所以这一点 中国它这几年来 它的综合提升 国力的提升 尤其是经济力量提升 对它的角逐 一个全球性的角色 我想是很有 很大的注意 是的 的确 这个 我们以前就讲说 这个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 万万不能 对 这是对个人来说了 但是对国家来讲 现在经济 真的是 不管你是什么体制 经济好不好 对你整个政府运作的体系 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这一波中美的贸易大战 里头有非常强烈 都有国内因素 特别是川普赢的选举 他必须要兑现承诺 好 谈到钱的问题 今年的其实 今年大陆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 因为今年是大陆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当然是已经天翻地覆了 那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经济等等 那今年我想在选择在博鳌 我相信这个是 习近平明天的演讲 那么除了要提出个中国方案之外 大概也要针对改革开放40年 有一些宣答 那到底改革开放40年 我们台湾曾经发挥过什么角色 有什么影响力 那这个地方 待会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来请教赵春山教授 我是黄青龙 欢迎你回到POP状新闻 那我们刚刚跟赵春山教授有聊到 说现在经济 这个国立是有很多的内涵组成的 但是经济毫无疑问是其中非常重要的 甚至是现在开始越来越重要的 一个组成的部分 那今年是大陆的改革开放40年 其实大陆今天 整个的在全球地位的一个翻转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还是经济 当然从经济之后 你对整个的这个包括国防 包括这个建设 包括政治消费力等等 这些都有影响 它是连带出来的 改革开放40年 听起来是一个14亿中国人的一个大势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台湾的2300万人 发挥过什么角色 春宫是这个老两岸了 那春宫我刚跟他请教了一下 他是在在广西桂林出生 来到台湾的时候才三岁 跟着父母过来 后来是在90年的时候到大陆 那个时候大概是已经用一个学者的身份了 去大陆的一个参访 春宫节目最后这一段 你跟我们聊一聊 你看到了改革开放 大陆改革40年 台湾或者两岸当中的一个角色的变化 或怎么样 我想对大陆来讲主持人你刚刚已经强烈了 它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一个大的一个变化了 你可以称它是一个革命 一场革命 那么整个中国的面貌 因为经过40年来的这个改变 我们深历其境 就每年都去大陆看 它的进步是是无容置疑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大陆很多所谓的会台 这个这个这个字 那么他们这个这些年来 在大陆方面也对台湾提供了 比如说市场 那么两岸之间可以说是 在经贸关系非常的这个密切 可是这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说中在中共 中国大陆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刚刚启动它的改革 开放这个列车子的时候 台商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记得当时那个中国负责对台工作丁光根 丁光根 他就讲 国台办主任当时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要争取这个台商 要争取这个台资 或者要争取 他说因为这个台湾呢 对大陆上他也可以提供一个便利 就是第一是资金 因为当时大陆没有那么多钱嘛 台湾比较多 资金还有技术 还有管理经验 管理经验 我想这一方面是当时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我们对大陆上做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你可以讲 现在只能是一个回馈嘛 是 一个回馈 也没有什么会台了 也在双方面可以说一个回馈 相互的 那么台商 但这几年来 大陆本身也在进步 所以我们台商面临的挑战 也越来越大 所以做生意那种环境好像也没有 听到很多台商朋友讲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 那么过去也许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要走走后门什么之类的 那么现在你也了解到整个中国大陆他也慢慢建立他的法律的 没错 没错 尤其这个习近平搞这个反腐出摊嘛 对不起 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 这就比较难做了 而且以前呢 那他为了要对台政策 方便他对台政策 对 他给了我们很多的优惠 但是现在中共进入WTO以后 是 以后他按照国际规范 按照国际规范来办 尤其现在所谓的国民待遇 说国民待遇 当然你好听来讲 让他跟大陆一样的待遇来竞争 可是从坏的用来讲 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像以前那样 跟你那么多优惠 是 我有一些接触的经验 跟村公可以做一个对照 我是91年的时候第一去大陆参访 那时候我记得第一站 那时还没有直航 所以是从香港 我们第一站是到福州 所以当时是见了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省长是贾庆林 也吃过饭 现在都当大官 大官对 对这个福建的背景出来 当时也挺特别 坦白说那时候到福建去 真是落后 91年的福建 真是落后 那后来陆陆续续的 这么多年下来 我觉得在一定的时间内的时候 大陆的人看到台湾 他们其实是非常羡慕的 那非常羡慕的里头 他一定会有一个 就是说包括说 他们觉得台湾进步 经济大家有钱 文明 然后文化保存的比较好 等等 当然这里头一定脑袋会旋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人家的制度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可以走到这样子 好 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一般人 可能他的政府机构也要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改革开放 40年当中台湾还提供一个很重要的 我认为大陆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上面 也大量参考台湾 包括设特区的概念 包括出口跟国际连结 这都是从台湾的这样的经验里头 甚至说听说他们刚开始改革开放 连那个海关的这个税者都写不出来 因为当时跟外面已经断绝了 那最后是参考台湾的海关税者 中间在做 很多是中文嘛 看得懂 修改一下 当时是这样子 是 所以这里面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台湾方面是占了很大的优势 可是他们在摸了石头过河 对 他们慢慢也在学习 慢慢也在学习 那么我想早期你刚才讲的一点都不错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 我们一起同团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准备要跟大陆做生意的嘛 做生意的 那么他大概是做那个出版这方面的 所以他当时我记得要跟大陆签约的时候 他还告诉大陆他的这个 等于是对方嘛 要怎么样来签个约 对你有保障 当时对方还不知道什么 不好意思欺负大陆 就是怎么样对你有保障 因为当时他那个签约这个概念 是没有的 都没有 那么经过这几十年来 那变化 真是变化太大 变化太大了 所以现在他们就是越来 你刚才提到制度嘛 他们现在越来越有自信 对 因为这个自信是因为他们也开始从一穷而白 慢慢开始富起来了 对 虽然是从部分人先富起来 对 至少慢慢慢慢付钱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让他产生一个自信 所以他们要找一条他们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 所以习讲嘛 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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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自信 强调要文化自信 所以他要慢慢有他自信 但是究竟未来要走向什么样的路 也不是光是经济的 对 经济它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看起来就是市场加上社会这块 那么未来整个方向 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以后 它的政治要往哪里走 这个都是还在摸索当中 所以这里头 就是说我刚前面讲那一段 多少年下来 大陆人碰到台湾去的人都会充满的羡慕 但现在大陆人有钱 我们现在台湾相对来讲 我们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大的一个自信的 现在很多人很泄气 甚至到回来很羡慕大陆 那有没有 但是春公你刚讲到一个重点 好像台湾人还没有像大陆人在早年的时候 开始去思考说 我们是不是将来应该走台湾的制度 那今天台湾的人会不会想说 我们要学习研究一下大陆的制度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你这句话是点到了将未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是 我们要 因为这个大陆现在 因为它走对了 或者是它摸索了到一个成就以后 它又有了自信 我们现在没有自信 比如它到现在到台湾来 有时候讲一句 你们什么都好 就稍微穷了一点 我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感慨万全 很难受 对 我们以前都套上去 就是大陆 山风景优美 但是就穷了一点 所以这里面 我觉得台湾应该也要了解到 我们实际上 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优势 还是有我们的优势 比如说我们一些软实力 还是很强的 所以有时候 你要从这里面 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是 还有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 我听众朋友 我们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交流了 我觉得不要再讲两岸的对比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人口就只有它的 这个 这个五十分之一 面积 各方面 我觉得再硬拿这个两岸的对比 是 是没有意义的 应该说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崛起 它是回到它历史该有的正常的位置 台湾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不是一个中心位置 在历史上来说 对 对不对 你这话一点都不错 对不对 你要回到比较稍微那个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再次强调每一次两岸之间都要不要从对比变成要对等 对等 其实不合理嘛 怎么会对等怎么会合理呢 你五个手指头就是不一样大小 而且不是 而且你跟他你现在基本上是不对称的 不对称嘛 不对称嘛 我们要求的是尊严 尊严 要求的是平等 平等 要平等 而不是要对等 这我一向一直强调这个概念 是是是 我们说要对等尊严 尊严要 平等要 但你什么对等法 它地方大 人也 人也多 目前整个中和国力 我们现在也比较弱 是是是 所以如果从我们如果大家从这样的一个心态出发 那么今年刚好大陆改革开放四十年了 这个其实改革开放四十年还有很重要的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台台湾同胞 台湾同胞这个告台湾同胞书啊 发表好像也是在这个时间点 对 他从来是79年1月1号 他这个都衔接在一起了 好 非常谢谢春公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到这里 那pop重新明天见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收听pop最正典